大家好,我是小宇,欢迎来到缤分娱乐秀,很高兴能够在这里和大家见面 我们会每天准时给各位带来最新的娱乐资讯,缤分娱乐,现在开手 肖战参演国内首部抗议题材电视剧《最美逆行者》之后,也是迎来了很多粉丝和大众的关注 无论是央视官宣的时候,肖战出现在特别的演出当中,还是定档海报当中肖战占据巨大的版面 都让人对演员肖战的回来特别期待,因为他9个月没有作品开播了,粉丝们早就已经迫不及待了 而在随后的宣传当中,央视也是多次邀请肖战 所以大家在一个公寓短片当中看到了肖战的寸头造型,鼻挺的,身材坚毅的延伸 让大家对肖战新的造型热议不断,除此之外,最让大家开心的就是央视八套 邀请肖战参加访谈节目新推荐 对参演作品《幸福社区》以及对饰演的演员蔡丁谈谈自己的感悟 这样的宣传就是为了最美逆行者播出而宣传 所以大家的注意力自然的就在这上边了,却忽略了其他的事情 拉拉除了忽略了肖战工作室的动态之外,大家也忽略了肖战的代言 最近肖战四大代言频繁更新肖战物料,而且是争先恐后的那种 但是有些被大家所忽略了,首先第一个更新肖战物料的就是小鹿茶 小鹿茶凭借着超高的敏锐察觉力,在肖战新剧《幸福社区》播出完之后 第一天就带着肖战的物料走来了 小鹿茶知道粉丝们在看完剧之后第二天可能会因为没有新剧缺少了什么 所以就立马放出了肖战最新的海报 值得一提的是,小鹿茶卡点发布,还在下午的时候发布了肖战拍摄大片时候的更惊讶精彩的花絮 不能不说的就是,小鹿茶正式官宣了肖战拍摄大片的定档时间 就在十一期间,所以这次的惊喜不小,粉丝们都很开心 而紧接着便是肖战代言的真果力和Rose Only诺氏 这两个品牌则是联手带来了新的好消息 为了给肖战即将到来的生日送祝福 两个品牌也只各出心裁,纷纷带来不一样的活动和惊喜 而最低调的一个应该就是开小灶了 因为开小灶在放出物料之后并没有官宣 直到最近,滑铁传媒代为官宣,才被更多的粉丝们熟知 之前有粉丝提前告知大家,但是没有官宣哦 如今,滑铁传媒正式官宣与开小灶合作 在高铁上投放大幅肖战的海报 四大品牌联合了吗?显然没有联手呀 但是大家不愿而同的更新了关于肖战的物料 肯定也是在密谋一些惊喜活动给粉丝们 这也对于肖战的青睐是四大品牌的共识 期待代言人肖战更多的物料 一起绝成的商业价值带给每一个品牌好运 吃瓜不停,娱乐不断 感谢大家关注缤纷娱乐笑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频道,请你给出宝贵的赞 并且记得订阅我们同时啊 不要忘记了点亮订阅右边的小铃铛 这样就可以在第一时间收到我们的频道内容了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吧,拜拜